另外,美国国际商会于近日在南加州奇诺市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以2019亚洲电影节世界亚裔小姐选美全球总决赛为重点项目的好莱坞亚洲文化周,将于今年12月12日拉开帷幕。 出席当日新闻发布会的由好莱坞亚洲电影节世界亚裔小姐选美全球总决赛主办方美国国际商会主席Holmes Donner,执行主席秦家豪,美国国际商会亚太地区秘书长赖信雄等,现场共有近百名嘉宾出席。 主办方首先向来宾介绍了亚洲电影节的重要议程,并表示电影节将于12月12日在洛杉矶市千禧酒店水晶大厅内举行。 据介绍,亚洲电影节的成立宗旨是通过加强好莱坞与亚洲电影产业的互相对接,互相促进和推动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而增进好莱坞对亚洲电影的更多了解, 让美国观众和电影界更多的了解亚洲电影和亚洲文化。 我们的亚洲电影节有区别现在很多其他的电影节在美国的,在国际上的。 我们更加关注新秀新人跟新片,也关注亚裔美国人的电影。 我们作为商会,凭借丰富的政企资源,以促进推动青年学生、青年美国人新秀的更好的作品。 秦家豪同时还宣布,今年的世界亚裔小姐全球总决赛将在硬件投资和参赛选手选拔方面较去年更上一个台阶。 而本次亚洲文化周系列活动的开展将探索以商业资源推动电影产业,在美国与亚洲间的国际和地区的发展合作,并构建一个制作人、导演、演员与投资人的综合对接平台。 凤凰卫视十一记者林汉琴,洛杉矶报道。